各位,上次那位王妃一聽穆遠青說出的師父真是秦雄臉 即時傷心流淚 叫段正淳好好照顧段譽 跟著就一躍而起,從窗口那裡就走了 唉,段正淳站在那裡愚愚愚愚愚了一排 走回到屋裡,見到穆遠青臉色慘白,也沒有逃走 她走過去,雙手抓著穆遠青的右手 啪聲,接回她的手腳 穆遠青的心就想,糟了,我發毒箭射她妻子 不知道她要怎樣糟蹋我呢? 但見段正淳沒了心機,慢慢針了一杯酒 啪聲,喝乾了 看著妻子跳出去的窗口,定了形 過了一排,又慢慢針了一杯酒 啪聲,油至喝乾了 這樣自針自飲,年氣喝了十二三杯那麼多 牧遠青看著看著就忍不住了 喂,你們想到什麼鬼計來收我的 就快下手吧,別讓我這麼心煩了 段正淳擔高頭,眼靜靜地看著她很久 靈下頭,唉,真是像,真是像 我應該早就看出來了 這樣的樣子,這樣的脾氣 牧遠青的一頭霧水 我都不知道你在那裡握什麼 你傻了頂了 段正淳都沒有答話,站起來 忽然間左掌向後一斜坨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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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嘩,嘩,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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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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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這般,年出五掌 他就劈了五支紅竹 他眼光始終向前邊 出掌如行,雲流水,瀟灑之極 牧遠青一見就害怕了 嘩,這些是五羅興燕掌 什麼你都認識的 你師父教過你了 我師父說,這套掌法 他不傳給別人的 將來要帶進棺材的 嘩,嘩,嘩,嘩 他說過不傳給外人 將來要帶進棺材的嗎 是啊,不過師父 當我不在他面前的時候 整天一個人練的 我躲起來看過很多次的了 嘩,他整天一個人打這套掌法 是啊,師父練完一次 他就發脾氣罵我 找我來出氣 為什麼你…你也會 嘩,似乎你打給我師父還要好 唉,這套五羅興燕掌 是我教你師父的 啊? 沐遠青眼都光了 知道他又不可能不相信 事關我見到師父掌劈紅燭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一掌劈不懂火的 要劈多兩三掌才行 不會像段正純那樣 隨心所欲揮灑自如 那…那你是我師父的師父 是我太師父了 我還知道你今年十八歲 是九月做生日的 是不是呢? 沐遠青就整個跳起來 哎呀,我什麼事都被你知道了 你到底我師父是什麼人 段正純面上神情很痛苦的 聲音都啞了 我…我對不起你師父 那麼多年來 你師父是怎麼過日子的? 你們住在哪裡? 我和我師父住在一座高山後邊 一個山谷裡 師父叫那裡…叫做丘谷 直到這一次 我們才一起出山 那你爹娘是誰? 你師父有沒有跟你說過呢? 我師父說 我是被爹娘遺棄的孤兒 師父在路邊撿我回去養大 那你氣不氣你爹娘呢? 沐遠青就折起頭 輕輕咬一下咬一下手指頭 段正純見到這樣的情景更加深酸 那些眼淚滾滾而下 咦?為什麼你會哭呢? 段正純背著臉 擦乾淨水 我…我哪裡有哭呢? 喝多了幾杯酒氣上頭 哼,我都明明見到你哭了 女人才會哭 男人怎麼會哭的? 我從來沒見過男人哭的 除非是小孩子呢? 段正純見到他不明世事 就更加難過了 原情 以後 我會對你好好 才能保護我的過失 你有什麼心願? 告訴我 我一定會盡力幫你的 那沐遠青自從拿箭射完黃飛之後 真是十分擔憂 聽我這樣說 咦?有希望 我拿箭射你夫人 你不怪我嗎? 不怪不怪 正如你所說 詩恩深重 詩命難為 上一代的事 與你無相干 我當然不怪你了 不過你以後 不可以再對我夫人無禮了 那將來師父問起 我怎麼辦呢? 你帶我去見你師父 我親自跟他說 好啊!好啊! 不行… 我師父經常說 天下男人都是父心人 他從來都不見男人 段正純面上 就閃了一絲奇怪的神色 你師父從來不見男人嗎? 是啊! 師父買了米、買了鹽 都叫二叔婆去買 有一次二叔婆病了 二叔婆就叫她兒子 代買送來 師父都不知多生氣 叫她離遠放下那些東西 不准她入屋 蛤? 熊綿? 熊綿? 你又何必如此造則自己呢? 蛤? 你又說熊綿了 到底熊綿是誰呢? 這件事 不可以永遠瞞著你了 你師父的真名叫秦熊綿 外號叫修羅刀 哦! 怪不得你夫人一見我 發射短箭的手法 就很生氣地問我 修羅刀秦熊綿是我甚麼人 當時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我師父叫秦熊綿 名字挺好聽 不知道她為何不跟我說呢? 哈哈 原青 先替我弄掉你的手腳 現在還痛不痛? 沐遠青看到段正淳這麼好相遇 沒甚麼事了 我們還是去看看段… 看看你的兒子 我怕… 我怕那些毒 一下子未能清除 沐遠青說一說 就突然滿面紅雲 有點害羞地倒下頭 我怕… 我怕射過你夫人 她生氣我而已 還有一件事 本來… 本來我的人 不求人際的 原青 你有甚麼心願告訴我呢? 先頭我都答應過 我一定盡力幫你的嘛 那… 那你不會奸賴了吧? 做人一定要有口齒 我又怎會奸賴的呢? 好… 那我跟段彥的婚事 你跟我做主吧 段正淳一聽面色大變 慢慢退開 蹬聲坐在這裡 好久好久就一聲沒出 我… 沐遠青覺得情形有些不對勁 你… 你不答應嗎? 遠青 段彥不可以償你的 怎麼了? 她…她親口答應過我的 總而言之 冤孽… 冤孽… 哼… 她如果不要我 我就殺了她 然後自殺 我… 我… 因為在師父面前發誓的嘛 遠青 總而言之就不行了 為甚麼呢? 不行 好… 我現在就問她為甚麼不行 遠青 段彥她自己… 她自己都不知道的 為甚麼呢? 因為… 因為段彥是你親大哥 好… 沐遠青的眼睛又哭得又大 幾乎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 甚麼話? 你說段彥是我親大哥? 是呀… 遠青 你知不知道你師父是你甚麼人? 她就是你娘 我是你爹 是呀… 沐遠青又怕又生氣 面上沒有那麼多血色 我不信… 不信… 我… 我不信… 突然間 在窗口裡有人一聲長嘆 有一把女人聲就說了 沐遠青 我們回家了 沐遠青十聲令轉身 師父 跟著一手推開窗門 至於外面站著一個中年女人 她臉尖尖 鵝眉鳳眼 樣子都好是正 只是眼睛中帶著三分倔強 三分凶狠 段彥見到這個去日的情人 秦紅棉突然間現身又驚又喜 紅棉… 紅棉…這幾年 我…我想得你很慘 這樣… 那個秦紅棉就沒有理他 有甚麼叫沐遠青快點出來跟他走 沐遠青就不是傻的 見到師父和段正淳的神情更加深涼了 師父…這個男人 他騙我 他說你是我娘 說他是我…是我爹爹 秦紅棉就說 你娘早已經死了 你爹爹也早就死了 段正成一個戰步飆開窗口 紅棉…你進來…進來先 讓我多看你一眼 你不要再走 我們永遠住在一起 秦紅棉眼光突然間明亮了 甚麼…你說我們永遠住在一起 此話當真…當真…當真… 紅棉…我天天都在想你 那你寫得刀白鳳嗎 段正成一聽他這樣問 沒出聲 面上露出圍蘭的神色 秦紅棉跟著說 你以為可憐我們兩母女的 那你就跟我走 永遠不准再上刀白鳳 永遠不准再回來這書 沐遠青聽著他們兩個在對答 心一路緊緊 雙眼淚水盈盈 看出來師父和段正成的樣子 都是模模糊一片的 他知道眼前這兩個人 的確是自己親生父母 不信都不行了 唉…這幾天來情深愛仲 日掛夜掛的段緣 原來是自己同父義母的哥哥 燕陽彼翼白頭鞋腦的心怨 煞時間就化為雲煙 你有時聽見段正成又有聲地對自己師父說 我是大理國真男王 總攬文武基耀一日都走不開 秦紅棉就很兇死的 今天晚上十八年前你都是這樣說的 十八年後的今天你還是這樣說 段正信啊段正信 你這個父心人 我…我生死你 你突然間在東邊瓦背頂上啪啪啪啪 響了三聲掌聲 西邊瓦背頂也有人啪啪啪打三聲來相應 然後高聲泰和主萬里的聲音同時叫 有此刻眾兄弟各守原位不得妄動 秦紅棉就說 遠青?你還不出來? 喔! 穆遠青應了一聲 飛身躍出窗口 撲在慈母兼殷屍的懷中 段正信就說 紅棉,你真的這樣捨我而去? 秦紅棉突然語氣轉得很柔和 神哥 你做了這麼多年王爺 都做夠了 你就跟著我走 從今以後 我什麼都聽完你的 不敢再罵你一句 不敢再打你一下 你看看 那個女兒都這麼大了 難道你不疼她的嗎? 段正信聽我這麼說 心中一道衝口而出 好,那我就跟你走 秦紅棉寬站起來 伸出右手就等她來爭 忽然間在她背後 又有一把女人的聲音冷冷淡淡地說 師姐 看你 又致上她當了 她哄你幾天 又不是回來做她的王爺 段正信心頭一震 情不自禁就說 寶寶,是你,你又回來了 莫遠青側歪頭 見到說話的女人 一身綠色醜衫 就說萬劫谷的中夫人 自己的師叔 超若差金寶寶 她身後邊站著四個人 一個是葉二良,一個雲中學 第三個是去而復返的南海惡神 最令她吃驚的是第四個人 零零零零零是段譽 而南海惡神一隻手就扣著段譽的頸喉 似乎隨時都可以拉聲領斷她的頸骨 原來是這樣 段日在床上養傷 蒙蒙濃濃之中 被南海惡神跳進房裡 就抱她出去 她本來就沒有中毒 一驚之下,神智就馬上清醒了 仙頭在花園外邊 聽到自己父親和沐遠青秦紅棉三個人的說話 雖然就不是聽得完 但也想到八九情了 等到一推開窗門 見到沐遠青的時候 她心很酸 青妹,以後我們就兄妹相親相愛 其實這樣,這樣也是一樣 怎知道沐遠青就不睡 不是,不一樣 你是第一個見到我臉上的男人 再想深層 自己和段譽都是斷正成山的 慶妹、忠舊都不可以成親 比了第二個 如果世間有人阻撓她的婚事 盡可以一箭射死她 但現在攔在她們中間的 是冥冥中的天意 任你多高的武功 多大的權勢 都是不可挽回的 煞時之間,覺得萬念俱灰 一躺地下,一躺一躺一躺的聲就跑開 秦紅們就叫了 遠青,你去哪兒 沐遠青這雲連師父都不理 你害了我,我不理你 走得更加快 但是,王府中有個衛士雙手一攔就說 誰? 沐遠青十聲獨箭射出 剛剛射中那個衛士煙喉 一聲就踏在地上 沐遠青繼續沒有停到 一會兒就入了黑暗之中 段證淳見到自己的兒子被南海惡神捉住 也都顧不得女兒去哪兒了 跟著伸出手指就向南海惡神點過去 葉二良就徽掌一掌,剁她手腕 段證淳反手一勾 葉二良嘻嘻嘻地笑一下 宗旨就彈在她手背上 眨眼,兩個人就打了三招 段證淳暗暗心驚 哇,這個女人又是厲害的 這時秦紅棉,手掌按著段譽頭殼頂 對著她說,你要不要兒子的命啊 段證淳一怕就收了手 知道她向來脾氣十分暴躁 對自己原配夫人刀白縫又恨之入骨 她手掌一出力,就會拿段譽命啊 段證淳原來是一個這麼風流的人物 她搞了這麼多冤孽債 又要怎麼償還呢 要知道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還 来吧